大概有看到 其实这个是六都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为什么是一个左下到右上的这条线 其实这是因为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各线式都一样 但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现象 因为首先我要让他动 首先这个点太小了 首先这个点太小了 我希望他稍微大一点 我希望他动起来是要有感觉 而不是像苍蝇在那边动来动去 这样到时候会产生比较不好的情形 就是别人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希望这个圈圈 第一颜色要不一样 就各线是一种颜色 那所以这个直把它区域别搬到图例 就是本来在区域别的 本来在直里面的区域别移动到图例 它就变成不同颜色 图例嘛 图例你就是要看到各个点的不同 好现在看到了 再来这个点我希望大一点 所以是不是又要去点到它 然后去格式里面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那个点的大小 你觉得会在什么地方 在图例格线 不是格线 还是在标记 标记 20 有没有变比较大 可以吗 好 30好了 你记住 我等一下是要让它动的 所以太大的点 到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动起来的效率 但会例外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我等一下就是要请你们看台北市跟桃园市 好我现在要让它动 我现在要让它动 所以只有散步图 你扁 扁回来这个地方 只有散步图你拉下来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播放轴 只有散步图才有播放轴 而且播放轴只能放连续的时间 刚好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时间 你就可以放进去 所以就把统计日期放进去到播放轴 可是你可以点这个地方 它多出来了 可以吗 我先把它关掉 这边没有播放轴 当我把统计日期拖曳到播放轴 它这边就出来了 好 当你这样子点的时候 它其实它有在动 它有在动 可是 可是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现在动 动 可能就只有 反正就是很小步的在那边动 所以建议 建议这样子 就是你先找到台北市 台北市 跟什么 桃园市 所以你要按控制键哦 控制键是连选 控制键 那你如果说觉得这样子动得太慢 我们就用棉的方式来播 好 可是棉的方式来播的话 建议你把这个范围 就是一年动一格 可以吗 就把这个范围要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一样选到台北市 然后桃园市在这边 可以吗 有看到吗 这样子动的距离 有看到 它有一年是不是特别掉下来 我再教选取就好了 首先你要把这个统计日期 放到这个播放轴 然后接下来建议 原本是统计日期 它就一天一天 一个月一个月呈现 可是一个月跟一个月之间的 男女比变化是不大的 所以干脆就把它改成这个日期阶层 那日期阶层就是用棉 来去呈现这个平均男女人数的变化 然后接下来呢 你多选这个台北市 控制键按住点这个桃园市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是991 奇怪 99为什么到100年 它是直接跳上去 所以这可能要再看一下了 再重新跑一次 那请你们来去设定 这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最后